很多国内的素材都比他高多了高端多了 请VTGAMING 就看看电影当那种动漫看看 是的,就是剪辑做的还可以 喂,新闻开了啊 还剩10秒 带亚甲,累了 今天没谢 有吧,应该等会会来吧 还没打完好像是 没搞完估计啊 小象 对这VG 还剩10秒 蛇啊 蛇,蛇呀 这么多蛇啊 禁用英雄 龙齐啊,第三号位 龙齐 但是其实你可以选亚龙啊 他选龙齐选这么早 就是你可以选个亚龙打5克的 他如果打中你也打中 可能走中呀 你打中我也打中 我也可以摇摆 如果你针对的话 我觉得他拿了帕克 他可能 应该是打中嘛 我感觉龙齐打中 打帕克呀 我也感觉应该是打中啊 概率很高啊 手中的概率很高 焦阳的龙齐啊 焦阳的龙齐啊 焦阳龙齐还可以啊 他除非他烈数特别好打 他除非他烈数特别好打 请VTGAMING禁用英雄 两边都要酱油 都缺酱油 冰龙们选松鼠被绊了 还剩十秒 好烂啊 这几个热门 还有什么 墙子被绊了 还剩五秒 默克也被绊了 请夜眼方禁用英雄 哦 水人 我感觉打了美杜莎的 好像可以来个 打美杜莎我感觉几法小黑啊 不能几个英雄 电狗呀 还剩十秒 电狗 电狗打美杜莎 被绊子哥 打火了 电狗打美杜莎 还剩五秒 还可以的 能打啊 比其他的 比其他 但是 越转也玩 印象中 以前他我 他之前玩过电狗 美杜莎为什么捂着肚子 没吃饭呀 肚子痛呀 要拉了 哈哈 拉弓射箭 是啊 这把美杜莎会拉 那我看好小象我 宝哥你说啥是蛇啊 你毕竟也是蛇 蛇懂蛇 我看好小象呀 是不 小两个英雄就看好小象 两个英雄就看好了吗 这么有 境界 不是呀 美杜莎这个动作动作 感觉他要拉呀 肚子痛 哈哈哈哈 拉靠 请天辉方挑选英雄 魏悠悠悠的美杜莎还可以的呀 拉恩 拉恩配潮汐 请天辉方挑选英雄 干扰者 上 上 上 巨神 那 远程和 电狗呀 就是电狗的呀 扮了呀 我帮你扮了呀 扮了呀 没办法 等一下 就扮 打美杜莎不扮电狗 说不过去呀 还剩十秒 电狗小黑都给你扮了 就 就这两个 就扮电狗小黑 敌法行不行啊 敌法 也可以 敌法还行 但是肯定会办电狗和小黑好吧 讲道理啊 敌法了呀 那就 应该应该是办那两个 然后拿敌法 其实最好是办电狗加敌法 小黑其实 还好一点点 最好是办敌法 他隆起走重 他就让你玩敌法 我就办小黑 你把哪里伐木机 现在 办电狗 小黑敌法三个啊 看你 留哪个给他 他有三个 先办电狗呀 电狗 电狗一番 还剩五秒 第一是电狗 第二是敌法 第三才是黑共啊 我感觉 小黑其实值得办的 小黑的穿透剑 打伐木机和龙骑 就是线上可能前期有点弱 但是他有大牛 现在要不 他有大牛 宝哥 半剑 半剑圣 那他随便拿了呀 半剑圣 那他随便拿了呀 半剑圣的话 他那 他想要解决太快 先生 打伐木机 我感觉小香 不可能拿剑圣的 对啊 不可能拿剑圣的呀 他打伐木机和龙 美都杀 剑圣不好用的呀 这个半应该是一个不太好的选择 聚约者玩过电狗吗 聚约者玩过电狗 他的电狗有点怕大鱼 他有点怕大鱼 但是他的电狗 比 比M1的电狗要玩得好 不是我自缺啊 会死别人的大鱼是吧 啊 对对对 他就怕大鱼 那他的电狗 确实比那个 好一点 敌发被半了 敌发半了 给留留两个 确实好呀 小黑电狗给你一个 完全这两天电狗上场 有点多上的 又甚至华链 还剩10秒 还剩5秒 小上拿什么电狗 我感觉只有电狗雷啊 小黑的可能性蛮大的 我感觉小黑的可能性蛮大的 因为他是那个大牛保得住的 配潮汐有前排 穆着 你也不好冲 应该是小黑 还有个沉默 他电狗很久没完呢 百分之 70 应该是小黑 小黑就怕线上崩 就是你如果这个防部剧 如果没压好 线上就会崩 你让他等于大 有大牛讲到你是有的一打的 就是有概率嘛 你要打好了才行 小向的线上还可以的 15打的还挺稳定的 很少不 大胜 请选择你 找个TT 找个下水道 他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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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线上打的怎么样了 他这个大胜你妈的 他要太不自信了吧 找那个大胜去打伐木槿 等于是 为了线上 大胜这个版本 挂树猴 我一下大胜 这把出那个腐蚀球 跟闪失 假腿 然后直接补BGB 会比较好点 看一下他 看一下他怎么出 他出善事的话就是会 你得前一中期要压制要做好 一般的话打到后面 主被动 主被动出 线上就是 魔棒 假腿 大腐蚀球 不闪失 然后转BKB BKB以后做兵演 应该是这个路线 看我猜的对不对啊 看 跟剧烈者理解怎么样 VG的阵容太好了呀 VG的阵容是比他们好 就是比他们 容易打一点感觉 那个小巷阵容稍微 容错率低一点 看一下这把 是不是挖挖M 挖挖M 可能大胜比美兜莎 容错率低很多 一定要线上打好 线上打好 有压制滚雪球有得打 不然的话太难了 有压制滚雪球有得打好 每度杀打猴子 请坐好 怎么说 冰子有见解 我不懂呀 我 最近我每度杀都没玩过 这两个英雄我都玩的啊 这个英雄不适合你啊 冰子 太太呆了 太呆了 冰子喜欢秀的 一个偏干一个偏刷 就看节奏呀 还有中路 主要是中路这把打的怎么样 他能打个五五开 然后空到好福 然后阻碍者打出现优 基本上打不出五五开 如果 我说如果 他能打出这种局势 他们两个一二连动 这把是有得赢的 小象就赢手 这个一二号位这把 要打得好 一二号位连动起来 然后整体压制滚雪球 这把就有得打 打美都杀 我 我觉得 一定要就是要多进攻 进攻他的野区 让他没有什么 太多的刷钱环境 我觉得 超哥对线是打得比较凶的 就像他帕克打龙奇 他会一直跟你 就是 拼血量 一直点你 就在你没三级前嘛 一直消耗你的状态 他会一直就是耗你的血量 打得很凶啊 那帕 就龙奇打帕克 一级雪火 蛮厉害的 你跟我打得凶 一口火 点我不动 补刀还不定补得过我 好打 反正就是很好打 打远程一般都是雪火 响彻全场 挡不到嘛 挡不到火 哎 VG3伏 没没没没抢过PYW 大圣 大圣毒球 大圣肯定要出毒球吧 哎 美都杀来打大圣这条路了 呃 不让防武器 不不不不 他他换路 可以换路了呀 大圣没问题 他走上去 哎 他知道刚删了 赶紧上去 赶紧上去 我再挖了 我再挖了 差多花 就维者知道了 这两个辅助出现在下路 他直接变了 走上去了 哎牛 他皮鞋动起来呀 下路没没 醬油不提一下 吃惊念的吗 踢了踢了 上股巨神 撤了撤了 少一个兵 中路3-0啊 4-0马上 再一口火4-0了 正常不就行了 超哥 3-0 炸兵全手 就压不住了 呃 Maybe也是全手 拨一下 安静 抢刀 不让防武 打荣奇 就技能补刀呀 Maybe也可以啊 这个手感也挺好的 7-0 他被防毒一个上路 应该全手了吧 大圣来了 大圣来了 伐木机 怎么说 换路换不过啊 大圣的 很聪明啊 皮鞋是 不过皮鞋踢下去的 没事 你踢上 你踢下 我也踢下大圣 再换他走上去啊 他换不过的 我跟你说 危机换不过 没办法了 他就这样了 他是两级了 但是优势路的伐木机 没那么好压好吧 看线呀 线过来的话 就好压了呀 线不过来的话 就有点难 不让他拉野是能压的 拉野的话 有塔刀了 肯定压不了 这个被动 他就不打他 就伐木很聪明 大圣不要打伐木机 除非你能杀他 打出那个buff A伐木机没用了 就伐木他 比较恶性 中路12-0 这边 还 11-4 还有4个兵 这正常 这就是两边打到极致的对线 就是浓起小优点 浓起小优点 浓起是不出瓶子啊 直接 户万加魂戒 户万魂戒 很细 这没变瓶子呀 伐木 小路 包子 要一血了吗 有机会啊 不老婆棒 蛇 蛇一下 蛇出来了 蛇很极限啊 很极限啊 很极限 刚好 美兜莎的一血很舒服 超哥打得好啊超哥 可以被压好 我跟你说 两边 都打得比较极致啊 这种对线 打成这样子 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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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短到了 这个短没什么用 因为没毁到刀 只能耗血 还吃你的福 超哥 去吃对面的掌金服了 超哥 超哥干嘛 超哥干嘛 你想杀鸡吗 杀鸡吗 超哥 看经验 哦对看一下经验 看一下那个经验 对 还是蟹聪明 走找了没经验呢 反正那个服是我的 潮汐应该是压不住了 825了 等下点个两级皮 也压不住 也压不住了 他四级 就后面就压点补刀吧 只能 只要是他四级你 你两级 你打不动了呀 他个控不到这个状态就 他回去啊 回家了呀 看下运的大呀 没本 回家吧回家吧 他空血空拿了一只 天徽军团全面加护 没少兵啊 这不可能没少兵 哎板 是 防目机 这防目机能能走吗 勾 勾勾勾勾 再勾一下 哎呦 差一秒次 差一秒 大胜这十个刀 他 大胜很穷很穷 这个换得有点崩了 没办法呀 他不换被钢山 很难受的 对不住了 他被钢山会更惨好吧 他第一时间再上路好吧 就好刀 没猜到呀 出门 出门做那个假眼 开悟 大胜应该站中路的 他看情况 对的 就是出门的时候 站中路会好很多 哎 中路 要单上了吗 差一下 F 我擦 电 我擦 交阳这波 屌 我只能说 太凶了 我跟你说 没被打太凶了 所以说他的断态被家人打的一直是半血 他就打太凶了 他想压龙齐 压龙齐是不可能的 结果把自己的断态打空了 防目击5级了 防目击管不住了 防目击 他跟大胜差不多经济好吧 那我觉得大胜亏啊 大胜亏 不是他这个阵容 打成这个对线效果就是小象很吃亏的 他是个要打出现优的一个阵容 他相对比 危机击 打得直接一点就是没了 抹摸波 站中 给个大 踩一脚 有没有自然的 吃了 龙齐 三击被动 帕克波 等一下跟着波 不要死了 这龙齐感觉要死了 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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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个鸡 有波死了 有波 要波 这里还纏出一个杀 应该是杀不够 人都有点多 中塔 哦 舒服 好有趣啊 你把这猴子的经济有点疯好吧 你觉得你能赢来 板一下 哎 烤哥 他还给登上 哦 人都杀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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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他要出刷的了 他这个情况 他太穷了 对 他太穷了 他要出刷的好一点 他要直接做电车了 哎 超哥被野怪打死了 超哥 小哥 我超板满 给大 再A下 没啥用 大没用 满皮啊 大胜的大六级加是所有大里面最差的 没卵用 一般六级都不学大的 没有 很容易 空大 而且也是刮杀 确实 浪费技能点 不可能的热 防不击 有人踢了 反杀 反一下 完了 人美了 这个大神 哎 踢走 哎 人美了 有点伤 哦呀 屁死了 哎 这边 屁想挖挖 挖挖 大美杜莎 奇迹啊 他可以来了 哎 这个挖已经抢了 远古也不多呀 就两波 不多 这把从现在的情况来 看 凶多吉少了 小小 不好打呀 小小的这种拖不起 他这个 大胜拿出来 打出这个效果 就不如别的 他要乱干 好吧 他真的要不同的乱干 看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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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狂战刷了 我就说你要刷了 他也知道他要刷了 但你要把二技能补起来了 不能加倍得点了 狂战A仗刷了 他出那种打架的 没用了 不然他中期 后期没他的这个人了 中期也不一定打得过 正受到攻击 发生法狗 发生法狗 这个你这别人挖 挖 哎 发不及 发不及啊 哎 绕后 你想杀美多莎是不可能的 皮鞋抢放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他们拿潮溪现在 没太多办法拿潮溪 晃溪少了 晃溪少了 他这样很拖自己的节奏的皮鞋 打半天两个打的还没讨完 四个 哎 还好 这个蛇没收到他 是的 收到他好疼 是五个老魔棒 他就死了呀 你 感觉走不了呀 他交道 有机会走 哎 哎 差了多花 大胜掩护 没什么事走了 没什么事走了 萨尔死了 还死了 本里住了 这边老师好像不想放 他还是要死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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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挖了半天的光 两个大的还没打掉 没必要 拖自己节奏 讲大波 又不是五六波 你这边肯定会来管他的呀 对呀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没有意义好 天灰下塔正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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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灰下塔已经被摧毁 超个经济来的 面眼军团全面加固 他不一直在瘦人头呀 叶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VB状态 三挂镜 VB状态蛮好的 叶眼中塔已被摧毁 无人设夁 发现只 五安车也溜了 回来 爬一下 理解没大 射闭下 哎 诶 我哥 把辟底打住了 直接倒住 上阿 不敢上去 武器在做跳 防不及挑战 大神恶呼 大神是肯定補得慢的 他2技能等级又低 线上打的又大 他现在等级太低了 3技能等2技能就很舒服 就补得很快了 下路这边招阳 招阳威 差100 看能不能打两个兵 最后再救 大牛给大了应该很疼 打出被动 收个人头很舒服 这样狂战就很快了 这边一几人都来了 每都啥也参战了这波 天灰中塔已被摧毁 我上个大牛 大牛 铁了个烂 铁了个烂 Bug 大神给个大 大神这个大掩护大 等潮汐过来就好了 一个板 潮汐给大 这波漂亮 大神收割了 再收割一个 可以 聚业者也收了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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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业者刷完了还没死 大神刚才4000多的 他现在5000多了 经济第三了 马上旁战了 还要上吗 聚业 聚业者感觉 聚业 kısm 帮助 聚业 聚业 大圣把上路线一收就抗战了 這波打完小伤好起来了 非常好 这波打完非常好了 尤其是大圣啊 双倍 他这个就随便单杀酱油好吗 别的不说 一个沉默A一下一个波 那个炸就直接死了 A两下吧 被毒死 这把操哥声音很大呀 关键上一波把剧热者打活了 他不然15分钟肯定做不到狂战的 他上路死亡 这波狂累啊 经济来到了第三了 有狂就刷的快了 他后期就没那么虚了 他不会被梅多莎甩大剑了 好吧 装备可以 但是 英雄本身还是难打好吧 我的 看团队啊 但是小将还是必定能赢啊 装备在狂战了 有人骨有矿很舒服 有矿有矿 四级板 四级板 等一下板 把这两个毒球拿上来再板 好 可以板了 可以板了 皮鞋 沈蓝我说 四个大的应该给装备走 帮他打打 直接是帮他打打 等下效率 佳牙还没起跳的结果好吧 马板 不急啊 BG可以往后进行的往后拖 看他先做A战还是先做BKB了 看局势 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美罗莎推进了 天徽下塔正受到攻击 下塔小夏不能放吧 要走要走 开屋了开屋了这边 这个塔肯定不能放 对面突然难以为我 这手大 看见查西有跳没 查西没跳 查西踢里面了 他踢我走啊 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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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杀 怎么可能踢这里了 说全不信 我跟你说 这波是好事情 他就算他过来 不一定打得过 真的 塔要没血了 这个时候危机很强的 我感觉 他有没有跳 他没跳的话 不能打出一个好的效果 他没跳 他打不出歇手 他没看物 这波 搞不好就是一个好事情 超哥 单杀一个 超哥还给 刘波 这把就看超哥了呀 超哥这把舞台确实大 好吧 又一个斧加速 超哥现在好喜欢出林肯啊 万物转临他 安静 搞不好这个事儿把他们救了 我操 真的 小厢天打不灭了他妈炸了 我来了 一些跳了 因为其实大圣 其实现在是不想打团的 他是想刷的 大圣现在打团不厉害 刷一会儿 现在美多莎打团比他厉害 美多莎 直接大炮 他算一个小成型啊 他有分身魔龙枪 这个大炮呀 大炮也没啥问题 对面近战和大圣 对面也有点看不懂是美多莎的 看不懂 而且这把对面是近战大哥 就是说没有不到那么组织的声音 只要这个大圣有有A上大炮 这个美多莎也就没那么屌了 后面 BKB大炮冰眼 美多莎也打这个大圣也有点吃力的 就看谁的控制给你了 打到后面 就看谁的控制给你了 打到后面 天鞋这个大留人 留得还可以 很果断啊 这个大 这样打一股要赢的气息 我只是说这样打 感觉打的挺好的 对了 大圣经济 咬得住 后期不怕美多莎的 咬得住的话 后期 他再咬得住 他打美多莎也疼的 美多莎因为这个英雄不出蝴蝶的 后面 出个冰眼 很嗑美多莎的 而且有一个大留 他们控挺多的 人手带控 所以他们能处理美多莎 就怕这个大圣球 大圣球就处理不了 大可曹西亚打个好的现场 他咬不怕 酱油比对面厉害 小虾你酱油 他后期不弱的 反正只要大圣球能咬住 咬住美多莎的经济 就有得赢 被甩大剑的就难打了 雷霆不会让我死的 皮鞋这边再做一个天堂 克制一下美多莎 正好也肉一点 我马上A仗了 具体者 差300 打完 这波然果就差不多了 A仗以后 稳一点就出BKB 觉得局势还可以出个水晶剑 再BKB也行 正常来说要出BKB 有可能大炮好不好 大炮不能出 最多要出个水晶剑 要BKB的 对面这个阵容 你被 你放个大你被恐惧了 你就很傻逼了 主要是靠大招输出 对的 大圣 只要放个好大就行了 他肯定要BKB的 就是看他 反正最多摊一个水晶剑 不能摊大炮 不过对面有花仙值 好像是要BKB 有花仙值 BKB也没麻烦嘛 就是花仙值很烦 他放个大 花仙值一个恐惧 他那个大就没了 是的 人就出去了 所以他正常来说 下一剑就是BKB 要摊一点就补个水晶剑 要不BKB BKB补大炮 BKB补大炮再B也好点 有点刮 他们有点刮的 因为他有A仗 有A仗 先出大炮的性价比兵演高 没有A仗的话直接补兵演 开悟整一波 强势一波 这波打赢可以控个盾 这波 威姬也挺强的 他这个D型好 威姬这个D型包的挺紧的 伐木机在 不好抽 这波没有大炮 看着伐木机走的 走了 看到了 过去了 又过去了 看到了 花仙子 这边VG的阵性很快 龙旗 龙旗 有BKB宝石 走地龙 还不走 走地龙还不走 踢走啊 不踢吗 不踢你死啊 打不过 来来来来 三哥 卡住 宝石要掉了 大住 哎呦 焦羊啊 他踢走啊 踢二塔 直接BKB走啊 还还手 他龙都没得你砍 不是 关键他是走地龙 没人屌他 对 直接BKB就走了呀 跑了呀 他还手就是他不对了 我跟你说 这就是打的时候 打的时候有一股那种 局势看不得那么轻 他有个双倍 觉得自己很牛 潮汐有大 他队友也不敢上 他队友又没有BKB 他有BKB 没用 是的 但是其实你冷静点 状态好点 他可以踢走 他带宝石 肯定要踢走 这一步 他妈吊宝石太伤了 他踢个二塔没点事 这波不打起来 1800呀 宝石就是1800的经济 宝石刚买的 而且VG更买的宝石 很伤啊 这波很伤 下波大声滴滴了 而且这波其实VG是想打的 维路沙大发第一波 卡雾了 组织了 这波赶紧 输了三波了呀 再不打赢好像有点慌了 这波打赢 抓一个人可以打盾 但是小向也感觉到了 快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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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了卖了卖了 大声给大 想杀龙琪 龙琪BKB没交踩住 有机会死 踩了 哎呦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这边大牛 这边大牛 大牛 不低吗 没低 帮助 有机会杀吗 诶 他不敢打 他不敢打 还是被抓了 大三个 乱绣 乱绣 没超过 又惨了三个 这里 皮鞋顶上来 皮鞋有天堂 不屌他们 不屌没得杀 他 就位者好稳 就位者没大我 反正不去了 贯成四路打钱 他没PB 他刚才在的话 其实可以打 他没BKB 给个板 跟着皮鞋 但是有点浪费他打钱的节奏 空气还在流 这边PB 打不了 还有吹风 没吹风的话 又要被盗杀了 我这帕克 无解好吧 我来一个大根 马上BKB了 绝对 这一把就 就前面都有点不 主要还是超哥 比 娇阳状态好 顶住了好吧 就看这个帕克的 小巷直接打盾 这边的话 淘西有大啊 可以接盾团 扫描 扫描 扫到了 BKB了 下戒感觉可以整个B 没得杀 有 这只拿好扯 满击的那个 刺续 游泳 伐木机面前游泳 嘲讽大蛮 扫描 先回来 跳走 放大 他想放大 他想放大 天堂一下 大声一个板给大 秒伐木机给刺 伐木机直接被秒 拔木鸡 超过超过大了 超过大了 皮鞋这波秀啊 皮鞋 把那个拔木鸡 把你妈去抓着这个陶西打 皮鞋好肉 好肉啊 他挑战 天龙岭天堂 没有事他在做BKP了 他就让你打的呀 感觉不太对 他们不太对了 一波都打不过 鱼姬这一把就没有 组织过像样的进攻 这把焦羊没进去 都实在被想象打 焦羊一点声音都没有 节奏点都在焦羊手里 这种局美多莎有点没办法 好像 太依赖队友的这种英雄 有种 帕克打得太好了 美多莎在做BKP了 你别说 确实妹妹的帕克比以前好很多了 感觉 进化了 练出来的呀 你打得多你会进步的呀 好现在不出冰甲了呀 不是以前他不太喜欢出巫师的 以前帕克连跳都不出的离谱 巫师 巫师是帕克的精神好吧 他要先搞个假腿什么的 是搞个别的 乱七八糟 现在他 三挂剑 他晚上就三挂剑 天徽中塔正受到攻击 天徽军团正在扫描 看着吧 叶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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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眼上塔级 摇门眼上塔 climui 叶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叶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叶眼上塔的攻击 叶眼上塔正受到攻击 叶眼上塔控不充 打个团 等下人没了 不求BKB 队友死光了 你还在C BKB了 他可不好死 现在他这个超神 只要自己不太浪 他是不好死他这个装备 不用不用 他死了以后可以补 他不死就不要补 不可能死了 诶 流到了花星子 不太好死啊 感觉基本上是死不了的 FY的装备 有点东西啊 很针对啊 大骨灰 BKB强杀出关 出不了门了 到点了 这伐木机因为点不起来 没潮起的作用大 没了 慢性死亡 鸭子 滚小巷的状态比较好 他这明显的状态好 尤其是 平均这边 也是在做BK 他不会太给机会的 R5 小巷是比较稳的一个队 他 他有大胜 他上高带个盾 带下个盾 什么后面做个刷新球 大胜 怎么我听你说小巷是一个比较稳的 是什么小巷呀 贾哥 啥 小巷是一个比较稳的 对呀 小巷是 他优势的是挺稳的呀 他优势的打的是挺稳的 他优势的打的是什么十几万的领先 就他们队打的 他很多局 他很多局都是 带队跑的时候乱冲的时候 也有的呀 好像是看对头的 那前面我感觉他们后面打的比较稳 尤其是压制局 还是宝贝这句话说 你看对手 我感觉他们就把他打得比较 也看阵容的 大胜上高好上 真的你信我 A上大胜 后面搞个刷新球 上高随便上 就看着他拆就行了 哇 死了 死了 一个阵子死了 拉射 噢 噢 噢 刺拔应该是这样的 等二代盾的时候 一拿到 然后他们危机憋不住了 他要出来开悟送一波 然后敲了 他不跟他们憋了 这大胜还可以出个大炮 A帐吃了搞个刷新球 夹腿还可以再出一个 哎呦要出装备 他成长没别的好呀 没大炮和那个酸球好 他本来有吸血呀 但是的终极装备是刷新好吧 刷新球很脚 刷新球很厉害 上高打团神奇 这个英雄容易被溜 板两下也厉害 给大呀 想杀了 第一时间给大他开不出大呀 我感觉他大给晚了 不是给晚了是给他们晚了三秒 还是死了 这边多大了一个 没什么影响 没了呀 肯定没了 不开始就没了我觉得 开始那个 他们已经是慢下了 他已经死亡了 这是那部宝石一调好不好 其实是主进攻 对的内部宝石一调就不好打 他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攻了 你就算进攻对面也不怕你了 他团打了过你 锻炒皮鞋 烤皮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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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让我换一趟 先回去 10号位 大刘大圣张比kb挺有战斗力的 可以上去撸美杜莎 那他能站上去顶美杜莎 大圣搞个大炮 那他是秒死的美杜莎被控了 没假的 没啥是没假的 你现在有bkb 开bkb 大了大黑龙 开bkb 打伐木机 不要打 打我们的杀 我不怕你 看一位说法 大圣大力打不过他 假太高了 龙奇 踢走了 帕克大两个 葡萄莎没蓝 魔机吸了一口 打不过打不过 天堂了 敲 敲 敲了 确实状态比较好 下来 15-2 超酷 接受太好了 前期全靠PAK 打 4